張敬軒11場的補場兼加場演唱會 6月5號晚正式開羅 這個原定在去年尾舉行的 Side Track演唱會 最後五場因為軒仔確診而需要延期 苦等半年終於再次開展 軒仔亦誠意滿滿回歸 不單調整歌單 還添置了新歌衣 演唱會一開場 軒仔就以一身閃到爆的 白馬王子鹿登場 和16位舞蹈員勁歌業舞 牽動全場氣氛 中文字幕提供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we are is what we created I'll keep it by hatefu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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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moving on without ourselves And let's get escape We get 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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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get 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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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Baby 雖然今晚只是第一場 但好吃粉絲的軒仔 就把頭場當成尾場做 極賣力表演 還大讚會展唱到超時 都不用罰錢 最終即使軒仔三度Encore 粉絲都不捨得走 至於講到確診時的心情 軒仔就以第一次感受到 有BB的感覺來形容 亦向受影響的粉絲致歉 不過鬼馬的他 亦不失幽默本色 搞笑形容自己養病期間的經歷 令全場大笑 我家裡有一位長輩 他就在醫生那裡拿了一些專門開給長輩的COVID特效 那他不怕我死 還是怕我什麼 他就說 我今晚留下東西拿給你 你快點吃出去 那這個藥呢 專門是為中老年人而設的 我們老人家吃了都很安全的 那我又想快點好回來 可以快點在過年的時候 即是甚至有假期 就再開一個表演 是吧 不要讓大家把肥胎都冷了 那我就吃了 他那晚吃了 我那晚就吃了 吃完連續吃了兩天 對於我來說 一點用都沒有 那我就很放心 因為我不屬於中老年人 但是 真的這個症 我一直拖到他二元 都還沒好 那些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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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人教路 去了沙基灣 一個好知名的老中醫 那裡去看 他都八十幾九十歲 一個老伯伯 吃了三隻藥 三隻圓正的甲拐 吞到老婆 刺身 我不是肝的 對不起 什麼事都沒有 我很珍惜今晚 在台上的每一分鐘 因為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的確在我本人 或者我身邊的家人 在他們的健康上面 都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令我更加珍惜每一次 可以大聲唱歌 給大家聽的機會 希望大家今晚會喜歡我們的安排 謝謝